你们家是林仪炒鸡的天花板 四菜一汤 饭店开盲盒 消费多少 店家来决定 到林仪啊 不吃林仪炒鸡 那就白来林仪了 再吃员工餐 这么多员工 还没营业是吧 要11点是吧 好好 稍等一下 你们先吃饭 你好 老板是吧 负责人 这么热情 这样行吗 我跟你商量个事 待会我们两个人 给我们安排个四菜一汤 我们就不点菜了 就开个盲盒 可以是吧 太好了 你看老板多喜庆 上啥吃啥 不退不换 不讲价 也有说太超的 他有说不是点的 这是两年以上的老公鸡 拔酒到满 第一个菜 油炸小河虾 炸的酥酥脆脆的小河虾 就是简单的一点盐味 全部吃的是虾的本身的鲜 就是河里野生的小虾 炸个嚼酒 捞好了 第二个菜 蒜泥菠菜 我先把它给搅拌一下 这菠菜一看 都是那个小野菠菜 一吃就是那种经过风吹雨打的 在外边天天被日照 风吹 它是在那种本身菠菜的甜味 这算你一加 小味立马好了 第三道菜 香酥牛肉条 这小牛肉条 你看炸的跟小酥肉一样 外边好酥脆 里边牛肉很扎实 它的皮很酥 但一点不油腻 老板跟我们上的都是下酒餐 我发现 一个字形容就是香 这是我们的炒鸡是吧 这是这只几年的 你们讲的是老公鸡还是小公鸡 老公鸡和老公鸡 老公鸡是吧 第四道菜 林椅炒鸡 说这是个两年的老公鸡 我找个鸡脚看看 上面就是这个凳子 鸡凳子 就可以证明这只鸡的年龄 这块肉看着就过瘾了 这个鸡肉非常非常的紧实 它里边有这个鸡血 你看 这个应该是真的有血吧 哇 是正八两的真鸡血 有两个鸡 鸡血 沾上一点汤汁 太到位了 它的灵魂是这个老鸡汤里边 收的好浓稠 这个是绝对不能勾芡的 是把鸡样 这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都收浓 这个饭太棒了 这才是炒鸡的灵魂 挂上浓稠的汤汁 然后再吃 这么大一盆鸡 这个鸡生前最少也得五六斤 上面也没有多余的脂肪 鸡的辣椒 还有朝天椒 关键里边还放了这个小 干辣椒 三种辣椒 让整个鸡的辣度 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味道 渗入到鸡的每一寸肌肤里边 小白菜丸子汤 绿绿的小白菜 加上这个猪肉丸子 它肉丸里边这是加了粉条吗 猪肉丸里边加了葱姜 肉丸很香 汤一点不油腻很清爽 鸡炖的是又韧又弹又入味 其他小菜做的也很有特点 今天的消费事 有点油腮 有点油腮